大家午安 我是龙应台 声音好像太小 基金会的志工 我最近刚好在重读 Nabokov的自传 Nabokov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的 他的作品其实他的语调也非常的抒情 但是刚好是在准备我们的沙龙 尤其是这一场沙龙 我在读他的自传的时候 在他的抒情的叙述里头觉得 惊心动魄 尤其是他写到在1917年的 这个俄罗斯的革命的时候 十月革命 他跟他的整个的家庭就逃亡 流亡到乌克兰去 然后他有一小小段 描述到他们全家人住进了乌克兰的一个很大的宅院 大概是每天晚上一夜三更 就是一会儿在那段期间 流亡逃亡的时间 一会儿是白军打过来了 一会儿呢 白军被打败了 换了红军过来了 那有一天晚上又说整个城又被什么军给占领了 结果发现是德军 那德军走了之后又换了白军 白军走了又换了红军 那逐渐的那个城里的人就开始 学习到说家里都准备着不同的旗子 反正是哪个军打进来 你赶快把另外一件旗子给挂上去 这段描述让我惊心动魄 就想到说在我读到的 在中国的历史里头 不管是抗战的期间 或者是后来的内战期间 你看到过完全一样的描述 就是村子里头一会儿是土匪来了 一会儿是新四军来了 一会儿是国军又打回来 然后一会儿是日军来了 那所以村子里头的人也同时准备了不同的旗子 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在读纳伯克夫的这个自传的时候 我就想到今天要举办的沙龙 战争可能每一个地区 它发生的原因具体的 当下的原因不太一样 但是战争的本质可能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大概是在大半年前 同仁就开始筹备现在的沙龙 那到最后下的最后选择的结论 是我们这一季的沙龙是 主要是在谈说 上年纪一点的人已经处理了 大大小小的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有哪一些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大 而那些问题大到一个程度是 大概是今天20岁以下的人 会很快就要面对的 而且到未来是现在20岁的人 会是那个决定 我们今天影片里看到的 是你要做什么决定的人 那所以我们这个系列 你们会注意到说我们才会有总共的三场 第一场呢 上一场魏国宴他讲到的是 整个地球的资源 他已经破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今天谈到的是战争 如果你觉得很远的话 我自己觉得 他会进到我的梦里来 我一点都不觉得他远 然后下一场 请大家不要忘记 又是一个现在20岁的人 以后会变成是 你们都要处理的事情 当我们都已经不在的时候 是当街上都没有小孩了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跟这个地球怎么往前走 所以下一场的讲者是薛成泰 12月16号 不要忘记这个日期 成泰你坐在哪里 他今天也在 薛成泰等着你的下一场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 在所有的末后的策划 从议题到 对的纪录片的寻找 到今天 很早就到现场来 布置 搬桌子搬椅子 等到今天散场了之后 还要去收椅子的 全部都是我们四个同仁 跟很多很多的志工在做 我还是要请大家 给我们的志工 大的一点鼓励 很多志工 我们在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Taypei Salon 是全英语的 没有翻译的 下一场是12月10号的下午 我们请到的是 法国总部的 这个无国界记者的主席 他会来跟我们谈 那我们也是希望他谈中亚 跟俄罗斯附近的 目前的状况 今天这样的一个 重大的题目呢 所以在场 除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高中生 大学生当然更是 但是 也有 相当特殊的 我们的贵宾也在这里 那我说的特殊的贵宾 不是因为他 有什么特别的身份 而是他真的是有特别的知识 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 大家就聊到说 谈到战争 如果说是 要拿下台湾的话 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动兵 是不是把你所有的 把你能源 把你电厂 让它停止运作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问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在场的 会有前任的 原子能 原子 我总是讲不清楚 那个institution 能源委员会的主委 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委 在这里 所以他会是专家 后来又谈到说 那我们中华民国 是不是有兵推呢 我们的前国防部长 跟前行政院长也在做 所以他知道很多的机密 同时我们有很多 就不同领域的人也在 比如说 如果要谈到科技的话 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朋友 他一路玩玩玩 玩到这里来了 他是前宏基电脑的董事长 黄少华也在这里 少华欢迎你来玩 那我们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朋友 比如说商业周刊的创办人 金维纯 维纯坐在哪 在这里 那我们的 对于这个商 电子商务 非常有研究的 蔡玉林政委 在这里 玉林在 其他我们的董事 刘维琦在哪 刘维琦校长 维琦呢 坐在后面 好 来自各方 今天 是一场大家都很期待的 我刚跟玉山说 玉山平常我们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看到对未来的悲观与否 我是那个悲观 悲观浓度很高的人 可是 而且我觉得战争 离我们太近了 可是我永远说不清楚 我的悲观 到底来自何处 我今天很希望 在听了这个演讲之后 我以后 我以后就可以很清楚地说出来 为什么 我觉得 我们自己的安全 是需要非常非常地睁大眼睛去看的 但是今天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主持人 就是 李雪莉呢 她是资深的记者 她就是从来不放弃 当初踏入新闻界的那个初衷 她还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不管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曾经是天下杂志的副总编辑 她现在是我们很关注的 就是新媒体报导者的总主笔 她自己在新闻的领域里头 也得过非常多的奖 所以今天要介绍 我们的奖者呢 就由她来主持 雪莉交给你 我们欢迎李雪莉 谢谢龙老师 那龙老师 虽然说她是一个悲观主佑 但是她是一个既悲观 但是她非常积极地 想要改变世界的人 好 刚刚看的记录片 其实是2016年BBC制作的 她其实很像纪录片 但事实上她是一个电影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她mix很多的footage 如果在街头的那些footage 其实是真实的 但是包括那些市长 还有在整个war game 她的模拟战争的战情室里面的人 其实她是一个演出 那为什么这个片子 会让人家感觉这么的真实 原因就是因为她relate到 2014年乌克兰领土里面的Crimere 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并吞的过程 那待会吴院士 会针对这个相似的部分 跟大家说明 所以我在这边就不多说 那为什么现在思沙楼座这支 选择这个片子格外的有意义 实在是因为全球的局势 改变实在太大了 我先把时间快速的转到28年前 我刚从柏林回来 去柏林一定会看柏林围墙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在现场的观众朋友 1989年以后出生的 或者是1989年你还不满五六岁的 举一下手好不好 老师超过快一半 所以好那意思就是 其他都是超过35岁以上的 35岁以上的朋友们可能会有共鸣 就是89年 就是苏东坡瓦解以后 包括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在进行改革 那时候的一个时代的氛围就是说 自由主义来临了 我们是迎接一个新的时代 西方霸权也产生 93年的时候欧盟成立 当然美国就成为了当时可以说是独霸的 事件警察国家的这样的角色 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历史学家福山 他说过历史的终结 他说自由民主制度的到来 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终结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其实非常乐观 他觉得我们就会处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时代了 可是其实喜悦的情绪不超过20年 我们看看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 包括欧洲的欧债 美国的经济 整个欧洲 包括还有现在的ISIS的恐怖主义 甚至许多国家里面的分裂 分裂的分裂主义 所以欧洲是应该讲说 弥漫在一个比较脆弱的状况 包括美国也是 所以这支片子其实是诞生在这样的情绪和前提之下 也就是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威胁论 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来做的一个兵推的电影 那今天当然我们不只是要探讨的是 NATO跟俄罗斯在东欧的冲突 我们也要拉回来台湾 台湾当然面对一个新兴的强权就是中国 中国隔着太平洋跟美国对峙 其实台湾也是在两大强权的中间 在这两大强权的中间 我们到底要如何自处 这是今天的重点 那我要介绍吴玉山 吴玉山院士 我想大家也都对他蛮熟悉的 其实吴院士呢 他是对东欧非常非常了解 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俄文了 那他不只是对东欧 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 有相当多的研究 他也对于国际的经济局势 还有两岸局势 他也是权威 那我听很多吴玉山老师的学生说 他不只治学严谨 他也非常会画画和设计 那我刚刚先 早于大家先看了他的PPT 我觉得他不只是有后设的理论架构 他也可以把大家的目光很具体的很精确的 带到这个食物的现场 那我们是不是就先请吴玉山老师 我们鼓掌欢迎他要跟我们谈一谈 夹在霸权之间小国怎么走 董老师 李竹笔 各位嘉宾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做的研究的结果 那我觉得刚刚这个纪录片非常的好 完全能够把东欧的那个场景 作为我所想要讲的这一块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生的这个场景 可以把它整个连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 其实我们虽然很多人不像那个片子里头那么紧张 其实我们是应该要紧张的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 这个左上角有没有办法可以拿掉 拿掉了 我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在霸权之间中小国家怎么走 其实就是东欧的这些国家跟台湾今天的处境 看起来是隔了半个地球那么远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类似之处的 那么我们刚刚这个片子可以说 它就是一个去取 它指的是北约东阔跟俄罗斯西向 这两个之间的冲突 我们稍微回忆一下 这个场景是在拉脱维亚 那么就是介于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一个小国 这个模式呢就是大家在看到那个影片当中 它的一幕一幕的走 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前面一半stage one 在乌克兰的身上已经走过了 所以其实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说 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当地的这个少数 要求完全的参政权 大家知道拉脱维亚以前是 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间的一个 所以在拉脱维亚住了很多俄罗斯人 那么现在呢也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就是恶意 那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这些国家 对于你是不是能够做我这个国家的公民 有些语言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要求的 所以就使得不少的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的俄罗斯裔 其实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里头 它是没公民权的 这些人就觉得你不把我当成 你不把我当次等公民来看 给他们要求要有完全的参政权 在拉脱维亚的东边 人口最多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这个Doc of Pils 那这个区域呢是La Gallia 等一下我们有个地图可以看到 这里俄国人最多 所以他就出现争取独立的要求 那么当地的师长我们看到 他就说我们来这个争取公民的这个投票 就是Referendum 他们叫Referendum 那么分离主义分子就控制住这个边境的地区 然后跟政府军冲突 这是在里头看到的 那俄罗斯呢就在边境进行演习了 他又派遣志愿军跟特种部队进入拉脱维亚 然后我们还看到所谓的人道补给的车队 就是这个白色的大的卡车一辆辆开进去 然后北约的经济被击落 那么到底要如何反映呢 在北约之内出现鸽派跟鷹派 那个我们看到的场景 是英国政府内部的鸽派跟鷹派 那到了外面就可以看到 德国呢就是比较鸽派的 美国就是比较鷹派的 一直到这个 这大概都是在乌克兰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 他们把它想象在拉脱维亚也会发生 好 这就是拉脱维亚的位置 在阿斯陀尼亚跟利索尼亚 这三个是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 首府是里加 那么它是夹在好像三明治一样 它是夹在俄罗斯跟西方的中间 下面这个是拉脱维亚的地图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这里头讲的是俄罗斯人 白俄罗斯人跟乌克兰人加在一起 但是乌克兰人跟白俄罗斯人人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呢 就都是俄罗斯人 那如果说人数越多的话呢 这个颜色就是红的色系 而且比较深的 然后最少呢 就到了这个灰蓝的色系 就可以看到东边 俄罗斯人是最多 西边是最少 然后在东边的这一块里面呢 又可以看到最东边的 还有南边的这个省份 然后在这里 这个省份呢 就是这个 Dogopfields的这个省份 然后我们看到 要举行公民投票的呢 就是在这边 就是这个城市 那所以这是我们了解他的情况 那右边当然就是到了俄罗斯去了 在我们的电影里头 又看到 他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已经超越了乌克兰了 这是他的想象 但是真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就是俄罗斯他提了一个和平建议 他说我们是不是你的部队 你的北约的部队 通通都从这个拉脱威亚撤离出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这个和平了 那北约他当然不答应了 然后美国呢 对于俄罗斯提了一个最后通牒 美国人说是你的部队 必须在72个小时之内 就撤出去 然后Puchin呢 就讲到战术核子武器 大家知道对俄国人来讲 核子武器是不是使用 他跟常规武器的中间 没有那么大一条鸿沟 就必要的时候 我是要用的 结果呢 俄国人意外的 击毁了 英国跟美国的两个军舰 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军事长期 互相对峙的时候 就会出这种事情 那美国报复攻击 达到俄罗斯内部的目标 所以就到了核战边缘 英国要决定 一旦俄罗斯对英国的大臣 进行核武攻击的时候 是不是要用核武回击 所以现在就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所以两强之间 一个小小的国家 达托维亚的人口 刚刚的讲不到两百万 所以他讲说 不过就是个大臣的 几个区的人口 这样一个国家的局势动荡 结果呢 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片名 然后我们看到 这就是他们一直 挂在这个口边的 这个阿玛格顿 是不是世界要准备毁灭 这个不是很幻想的 这个前面一半 已经在乌克兰出现了 这个的后面一半 是如果同样的情景 发生在一个北约国家的话 这个几乎就是会这样走 这西方国家很担心啊 有没有可能 像罗特维亚这种国家 这一个内部的动乱 结果会把它 这个全世界搞进 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定是核子战争 那我们要说 最容易产生战争的地方 就是在战略断层线 断层线就是地震啊 板块相接 互相挤压的 容易出地震的地方 我们说战略上面 也有这样的断层线 在这里呢 利益纠结 认同冲突 达托维亚就是啊 不止在欧洲 还有在东亚 那么让我们看看 东方的情形是怎么样 中国再起 这是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 为什么说再起 因为中国本来就是 这个区域的霸权 在历史上面 一向是这样 所以 China Rising 其实只是回到一个 历史上的常态而已 它是很正常的 那在这种情况里头 我们看到 东亚的这个情景是怎么样展开呢 这个图啊 大家一看就可以感觉的出来 这是富士山嘛 这上面的数字呢 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经济 是美国GDP的百分比多少 日本呢 在大概1995年的时候呢 是美国GDP的百分之七十一 所以那个时候 美国人非常紧张啊 就感觉到日本要超越它了 但是 中国大陆 从美国GDP百分之十不到 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 已经超越了日本 作为美国GDP的 百分比呢 它已经超过日本 四个百分点 那个不过是在2010年 大家想想看 离现在也不过就是七年的光景 那现在呢 中国大陆是日本 明目GDP的2.4倍 所以 已经超日了 接下来就是赶美 今天的中国大陆 是美国 这个经济总量体的 百分之六十二 可是如果我们用 这是Economist上面的一个 这个画面啊 如果你输入不同的GDP的增长量 美国如果2.25 中国大陆6.4 大家知道6.4是低估 他们最近这一个季度 应该是增长6.7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叉 它会发生在2021年 现在是多少 2017 2021年是多少 离现在四年 2021年呢 又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 如果真的是在2021年 这个 中国大陆的经济的量体 超越美国的话 那 这个绝对是 会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的 那这个事情眼看着就要发生 嗯 好 那我们谈一下 strategy fault lines 就是所谓的战略的断层线 二次大战结束了以后呢 以美国为首的海洋联盟 和以苏联为首的大陆联盟 互相成型互相对抗 这大家都知道的 那意识形态啊 地缘战略都是结合起来 造成这个情势的出现 冷战结束了 那我们认为 是不是要有好日子过了呢 其实并没有改变 基本的战略格局 苏联是解体了 但是俄罗斯呢 虽然经历的非共化 可是它现在是一个半民主的威权体系 它并不为西方所接受 最近的新闻就是通俄门 对不对 那就是说俄国人 这个介入了美国的总统选举 结果促使川普当选 那是不是确实是这样呢 重点是美国人把俄国人 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 它虽然经历了巨大的改革 可是体制上呢 仍然是我们称作后集权 原来是个毛泽东的集权体制 现在是post totalitarian 它仍然保有很多集权体制的特征 然后采行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看这个一带一路啊 基本上都是国旗领头 然后由国家带领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海洋联盟 对抗大陆联盟 其实这个跟这个冷战的时候 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然后因为共同面对西方的压力 使得中国跟俄罗斯这两个大陆联盟的主角呢 也互相接近 这个态势看起来好像回到1950年代的情形一样 不过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啦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当然在经济上面呢 已经比俄罗斯超越太多了 对他们的地位有所转变 可是大陆的这两个强权 他毕竟还是连接在一起 来对抗美国和日本以及欧洲 所给他的这个压力 那么 我们看到习近平跟这个 普京这个两个人 是continental allies 他们是大陆上的联盟者 如果我们用西方的 比较这个刻板印象 stuartypical的方法来展示的话就是这样 Let's party like it's 1793 1793年是什么呢 其实是马卡特尼来看乾隆皇帝的时候 那时候马卡特尼呢 他还是被迫要向乾隆皇帝行中国式的大礼 那么习近平的中国梦 是不是21世纪的乾隆皇帝呢 and 那么这个就是普京 这个Plan Pugin呢 就是普京的这个宏图伟劣 那么他就像是21世纪的彼得大帝 那大家都知道彼得大帝是带领着俄罗斯 这个走向这个现代化强国的 一个最重要的俄国的沙皇 那么他们两位也确实的带领着这两个国家 在国际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那么跟乾隆跟这个Pete the Great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他们两个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大家看到这个Eurasian semi-alliance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2015年的5月9号 大家知道5月9号 每年的5月9号 俄罗斯都会在红场举行胜利大阅兵 这个Platva Pede 那就是表示他在二次大战 这叫做卫国战争 这个打败了这个纳粹德国 那在这个场面里头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解放军的一队 在那里踢阵步 这个不打紧 大家看到普京的身旁 坐的就是习近平 然后过来是彭丽媛 然后这两位呢 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资深的元帅 然后没有其他的外国政要 这两位如此亲密的坐在一起 显现彼此之间 各自视对方为最重要的这个朋友 那接下来呢 普京就回报了 所以呢 这是在2015年9月3号 在中国抗日战争 以及反法西斯 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上面 就是93大阅兵 那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第一次最主要的这个军力展示 那我们看到 在天安门的这个城楼之上 习近平的右手册 就是佛拉基米特普京 在左手册呢 是江泽民 他不仅仅喜欢江泽民了 不过江泽民出现 当然要把他摆在旁边 但他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元首 所以这个看得非常清楚 这两个国家 已经走得非常的这个接近了 所以出现了两条 战略的断层线 一条在东欧 这个是切过原来的东欧 以及全苏联的国家 另外一条在东亚 从日本 韩半岛 台湾到东南亚 东欧的断层线上面 看到的是北约 跟俄罗斯相互对抗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一个拉脱维亚的情景 就是在这一个战略的断层线上面 发生的 东亚的断层线 是以美国为首的海洋联盟 跟中国大陆对抗 在这一条断层线上 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随着中国再起跟俄罗斯的再新 在这个断层线上 大陆与海洋的势力互相挤压 那么各个中小国家都感受到两方面的压力 不只是Latvia 台湾也是 如何在两墙之间自处 所以成为位于两条战略断层线上的 东亚与东欧中小型国家的首要挑战 我认为它是决定一切的最重要的 一个策略的决定 我们看一下 这是地球 把几个主要的行为者摆上去 那我们看到美国 它的力量跨越大西洋 然后来到了欧亚大陆 在冷战的时期呢 是这条线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 大家记得刚刚那个片子 是不是一开始 就有那个Albright跟这个小布希 在那里宣布哪些国家加入了北约 那一共是十个前苏联 还有这个东欧的国家 所以这些国家加入了以后呢 这个海洋的力量 就把这一条战略断层线 往右边推到了这边 那大家可以看到 乌克兰就在这里 所以在这个战略断层线 两边的国家都要决定 你是如何自处 你夹在这两个大的力量之间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美国的力量跨太平洋而来 所以在欧亚大陆的东侧呢 就出现了另外一条战略断层线 而这个断层线呢 就韩半岛刚好切一半下来台湾 然后到中南半岛 所以这样的看 我们就了解到 这个我刚刚讲的两条战略断层线是怎样 那我们也可以拿美国的空军的这些基地 它的位置来把这两条战略断层线看出来 这是美国的空军基地 这是美国的空军基地 如果你把它的走势 划出两条主要的防卫线的话 就会发现 其实这就是东欧以及东亚的战略断层线 台湾就刚好在这边 拉脱维亚的位置就是在这 这是地震以后在断层线上出现的缝隙 我们要问在断层线上的国家 在两墙间要如何自处 以免坠落 你会掉进去 下面是万丈深渊 你怎么办呢 Cut between two giants 你其实只有有限的选择 如果我们有两个强权 一个是G1 一个是G2 那么你能够采取的角色 第一个呢 是枢纽 Pivot 它就是刚好在这个中间 在两墙 Great power 1 Great power 2 的中间 这是一个Pivot 是枢纽 第二个呢 是你可以做伙伴 Partner 就你完全的跟其中一个强权 连在一起 对抗另外一个强权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位置呢 就是它跟G1合在一起 对抗G2 这个位置就是跟G2合在一起 对抗G1 还有一个呢 比较中间的 但是还是轻重有别的角色 我们称它做避险者 Pedra Pedra是做什么呢 是它不像伙伴那样 那么的靠近其中一个强权 但它主要还是在这个强权的一边 可是它跟另外一个强权呢 位置比较接近一点 它可以跟另外一个强权改善关系 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减少另外一个强权 对于它的这个威胁 可是呢 它还是有自己这边的强权 给它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 这个叫避险 我们稍微再具体地看一下 Pivot as a strategy 就是枢纽作为一个策略 那很快地讲过来 一个战略三角当中 如果说我跟两个都维持良好关系 就是在中间 这一个就称作枢纽 敌对的两方就是彻翼 如果说 再往下看 枢纽与两个彻翼的关系的距离 比侧翼间的距离是要来得近的 然后枢纽可以借着在两个侧翼之间的 Tilting 摆档来获取侧翼的让步 所以通常被认为是最有利的位置 但是它也有可能受到两个强大侧翼的处罚 如果有一位女士被两位男士追求者 这位女士是可以借着在两位男士之间摆档 从两位追求者当中获得最高的利益的 但是这个角色本身也有它的风险存在 国际关系如果用人际关系来类比的话 避险 避险是什么呢 是同时与强陵进行交往与防范 是一种两手策略 那么中小国家进行避险的时候 在防范强陵的这一手 通常是透过对于另外一个强国的依赖 我基本上还是靠着一个强国 可是呢我对我的次要威胁呢 这个就是这个依靠的强国进行互从 那主要的威胁呢 我对它进行外部抗衡 这个国关理论里头的这些jargon 我们如果甩开不看 基本上就是我跟其中一个主要的强国 我还是站着比较近的 但是我还是跟另外一个强国交好 让他给我的威胁能够减少 可是万一万一那一个强国 对我的威胁是来的比较大的时候 我还是有一边可以依靠 这个是避险的角色 所以交往的一手通常是经济互利 避险的一手呢 这个就是主要是安全的这一方面 那如果你是伙伴的话 就是你如果本来已经死会了 男女朋友已经死会了 那你就会发现人家可能就有点把你当成 take you for granted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往避险的方面走一点 然后结果引起你主要的伙伴 这个对你好一些 就是可以增加一些弹性 不过你也不愿意走太远 因为走太远的话 你会失掉你的这个老大对于你的保护 所以这是避险 最后再讲到partner就是伙伴 伙伴的策略 伙伴就是很清楚的跟一强结盟来对抗 另外一强你就变成小老弟 然后那个强国呢就是你的老大哥 那么中小型国家作为强国的伙伴 就有最大的安全保障 但也必须经受老大哥将他视为当然的伙伴 我觉得在台湾应该对于这一种 是点滴在心头感受良心 然后呢经常不与重视 亦也有可能将其出卖 那我们知道川普要到亚洲来旅行一遭 对不对 他要先到日本 然后到南韩 然后到中国大陆 然后他是不是会去越南 他会去菲律宾 反正绕着台湾一圈 好像那个辽宁舰一样 绕行一圈 然后走掉了 那我们要在那里一天到晚在担心什么 他会不会跟人家谈些什么 会不会出卖我们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伙伴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长寿 所以小老弟呢如果想要增加自身的分量 他有可能往中间移动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想要成为避险者 好 可是你不能随便选取哦 因为双边关系有的时候会排除某些选项 所以如果说我是个小国 我想在两个强国之间一围游走 可是我如果跟其中一个强国之间 有很大的纷争的话 我的弹性会受到限制 我也可能被两个强国压迫 使得我没有办法做我想要的决定 那我也有可能我自己的国内 不支持我做这种游走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讲这两个具体的例子 一个是乌克兰的Viktor Jankovic 他想要扮养两个集团中间的枢纽角色 最后失败了 同一个时期 这有趣的就是他在同时发生的 马英九想要带领台湾从一个准伙伴 因为我们还不能算是美国正式的伙伴 我们不像拉脱维亚是北约的盟国 走向避险者 我觉得他努力的想往那个方向走 但是也没有能够成功 这是一个图示 这是大陆联盟 这是海洋联盟 这是战略断层线 这是中小国家的选择 你可以靠近大陆联盟变成大陆的伙伴 你可以看到这个点不断地往中间靠 你可以作为一个避险者 基本上还在大陆联盟 可是往中间靠 你可以做枢纽完全在中间 你也可以摆到海洋联盟那边做避险者 你也可以成为海洋联盟的伙伴 你有五种选择 如果我们把这个China跟Russia 这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到 这就是欧亚大陆了 这里就是东亚断层线 这里就是东欧断层线 每一个东亚国家都要在这个断层线上做选择 每个东欧国家都要在这个断层线上做选择 那么拉脱维亚选择的呢 当然就是这里 那么台湾是选哪里呢 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举例 所以我们看在东亚的话 如果说作为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伙伴的话 长期这个缅甸是这样的 如果做Hedging的话呢 就是做避险者 像这个Cambodia柬埔寨 Pivot 有一段时间南韩已经走到这个美国跟中国的中间去了 那另外这个Hedging Partner 台湾在马英九的时代 然后这里 日本当然是完全跟美国站在一起 欧洲的话也另有选择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两个Case 一个是Ukraine 在2014年之前 一个是台湾 就是马英九的这个时代 这是非常漂亮的乌克兰的国旗 但是呢 他尝试做枢纽 然后造成了个悲剧 稍微对他们的历史做一点回顾 乌克兰的历史 它是东斯拉夫人 包括俄罗斯的文明的起源 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首府叫基辅 在最早的时候 这个地方叫做基辅罗斯 这就是基辅罗斯时代 然后不管是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跟白俄罗斯人 就是东支的斯拉夫人 都是以这里作为他们 这个文明的一个起源 1240到1480 蒙古金藏汉国统治 就使得俄罗斯人跟乌克兰人分家了 东斯拉夫人的历史发展中心 就从乌克兰东移到莫斯科 乌克兰结果变成边垂 它的这个字 乌克兰的意思 就是边域的意思 那么是新兴 俄罗斯帝国跟西方的波兰 立陶宛跟南方的土耳其 竞争的场域 它变成一个比较 对斯拉夫人 东支斯拉夫人来讲 它是一个荒烟漫草的边陲之地 然后呢 俄罗斯从东逐渐向西跟向南扩张 在17 18世纪之间 逐渐并有全乌克兰 但是东西乌克兰就产生不同的历史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长期竞争的过程当中 东乌克兰因为处于俄罗斯的统治底下比较久 俄罗斯的移民在这个地方 很早就进来 人数也多 那西边呢是在波兰的影响底下 所以东部跟俄罗斯文化接近 西部与波兰文化接近 那我们看这个图就清楚了 好 这是什么呢 这是1700年的时候 然后这是现在的乌克兰的位置 下面这是克里米亚半岛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东边 特别是在涅伯河东边 这里就是俄罗斯帝国的领土 西边 这个好大的国家叫波利联合 就是波兰跟立陶宛 他们合在一起成一个国家 基本上是波兰的势力 南边呢还有一些 鄂图曼土耳其的势力 后来的历史发展 就是俄罗斯呢 往南驱逐了这个土耳其的力量 然后大批的这个俄罗斯人 也到了东部 所以东部跟南部 变成俄罗斯的大本营 而西边的这个波兰的这块地方 在三次瓜分波兰的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一点一点被俄罗斯给拿过去 所以这两边在1700的时候 的那个边界跟今天它两边的这个区分 有很大的关联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Ukraine political divide along ethnic linguistic line 所以它是North West vs South East 因为它们不同的征服历史 那我们看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呢 是这个俄罗斯 这是乌克兰 它在不同的区域使用俄语的人数 那这个越多的呢 就是蓝色的这个区块越深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克里米亚半岛 这是非常非常深的 那整个西北的这个乌克兰呢 跟东南的乌克兰 根本等于是两个国家 所以它们在用不一样的语言 然后这个呢 是恶意的人口 也是东边最多 然后在这边呢超过半数 然后越西北越少 从这两个土家可以发现 都是东南跟西北分开 但是有不少乌克兰人 其实是讲俄文的 但无论如何 就是你会发现有两边这个区别 那可想而知了 如果有这种区别的话 它的政治会表现成什么样子 这是Ukraine a divide that lasts 从1700年时候的这个divide 到现在还是 所以我说乌克兰是一个东西两分的国家 东西乌克兰出现了不同的历史记忆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对西方以及对俄罗斯的态度 乌克兰从18世纪末叶被整个纳入俄罗斯帝国 共产革命以后又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然后是15个 就是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中间的一个 可是东西的分歧并没有化解 然后苏联在1991年解体 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又出来了 它的东西的差异性 就在实行民主政治以后 清清楚楚的显示出来 而且受到政治竞争的激化 结果变成什么样 就东西两个阵营轮流赢得总统大选执政 然后对俄政策成为选举焦点 各位我讲到这里 其实你们已经可以有一点感觉到 这个情况是我们熟悉的 我们看这三次总统大选 这是不是挺清楚的呀 这是最早的一次 这个 独立的那个时候如果不算 1994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是Kravchuk 他是西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主张跟俄罗斯维持比较好关系的Kuchma Kuchma在东边 Kravchuk在西边 然后到1999年以后呢 这个时候Kuchma跟Simonienka 两个人在对垒 Simonienka他是共产党的领袖 那共产党又比Kuchma 更为靠近莫斯科 所以他基本上还是西边 这个时候Kuchma就拿了西边的票 那我们说东边不是全部红的 原来Kuchma他自己是Dnevropitrovsk的人 所以他有一些家乡票 所以这个我们还看不那么清楚 但是再接下来到了2004年的时候 这个两条之间的界线 这个又非常清楚了 2004年那个时候有所谓的橘色革命 然后是Yanukovic Yanukovic 他是代表东边 那西边的呢就是Yushenko 那两个人他的first name都叫Viktor Yushenko就拿了西边的票 Yanukovic就拿了东边的票 再接下来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2010年presidential election 我们看看这一次他们投诚什么结果 这两位呢 Yanukovic就是蓝色的 然后Timushenko呢就是这个黄色的 他的国旗 蓝色的 黄色的 各位他们真的是拿这两个颜色来做自己阵营的代表 所以好 蓝色呢就是Yanukovic 然后整个东边一片蓝 那西边呢大约也都是一片黄 然后这一条界线呢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西元1700年就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区别 然后 只要是这种国家 一定会吵语言的事情 Flanguage 然后这里写的是什么呢 Mikhtinkevalich Nagrudnijazegi 我们要讲俄罗斯母语 然后这是他们为了这个而打架 这一位仁兄还搞了一个国旗 包在自己的井子上 那大家也晓得 我们的立法院经常有打架的尽头 好Ukraine Revolution 1 乌克兰发生了一个革命 怎样的革命呢 我们看Yanukovic的枢纽策略 Yanukovic他在2010年是以轻恶姿态当选的 但是他在经济危机下开始摇摆 他开始亲近西方 他一开始表示他愿意跟欧盟签署联系协定 这个叫association agreement 就是你签署了这个以后就等于 拿到了可以加入欧盟的入场券一样 当然还要经过这种更多的谈判了 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大家都觉得你是要加入欧盟了 就准备要加入欧盟了吧 但是在签署 这个association agreement的前夕 就在2013年11月21号 他宣布我不签了 然后呢要跟俄罗斯积极对话 因为俄罗斯搞了一个叫做Eurasian Economic Union 就是欧亚经济联盟 就是普京搞的一个跟这个西方这个相互对抗的 所以乌克兰刚好夹在两个中间啦 所以呢这个Yanukovic就在两边摇摆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威胁利诱 提方说他不让两国的贸易能顺畅地进行 他也不说我不让你的货品进来 他就在那个关口那里给你每一箱每一车开车验 我还记得那个历史的画面 所以乌克兰的卡车啪一路排 你就过不来 所以这样的话 俄罗斯是乌克兰这个最重要的外销的市场 所以就加了很大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呢普琴又说我可以给你150亿美金 那大家想想看那个时候 2013年这个左右的这个时候 乌克兰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糟糕的 0708以后的情形就不好 然后他又廉价供应天然气 显然产生效果 乌克兰得到了很好的条件 对不对他在两边摇摆 我跟你签 然后说普琴就说不行不行不行 你不要跟他签 我给你什么什么好处 他又摆回来 看起来是得到好处 但是在基辅亲欧的群众 开始视为与警察冲突了 然后这个Maidan 这个Revolution就是广场革命 就正式开始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 在这个三年以前发生的 三年半 Maidan Revolution 就是这个群众就跑到这个雕像的上面 挥舞旗帜 就是他们扛出来一个好大的欧盟的棋子 表示我要加入欧盟 然后就是跟警察 他丢这个汽油 这叫什么Molotov Cocktail 对不对 丢这个汽油蛋 然后这里就用这个乌克兰文写的 Revolution 这是一个革命 他们要用革命的方法 来使得Yanukovic 不能够摆到俄罗斯的那边去 Yanukovic出王 在容忍了广场群众三个月以后 Yanukovic决定清场 2014年2月19到20号 群众有百人左右被击毙 这个时候法国德国波兰的外长 正在基辅对亚士施压 而且他得到他的让步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升高对抗呢 有各种不同的讲法 但无论如何 这个广场的群众要求逮捕Yanukovic 你怎么可以镇压我们呢 那么Yanukovic就出逃到俄罗斯 国会通过决议罢免了Yanukovic 重选了议长 然后让这个议长都代理总统 同时成立新内阁 然后有一位Timushenko Timushenko就是当年Yushenko的一个 两个人一起在做第一次橘色革命的 他长期担任乌克兰的总理 然后在2010年Yanukovic选上了以后 Timushenko就被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以后 就受到各种残酷的待遇 比方说给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灯永远是亮的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个休息 他好像肚子被揍了一拳 他还秀给这个 西方有很多人在支援 但他还有一个女儿 帮他四处请命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广场革命的时候 他被从监牢里头放出来了 并且对群众进行感性讲话 广场革命就成功了 Yulia Timushenko 他这个很有名的 就是他永远是绑着一个乌克兰的 传统的农村的女生的法饰 但其实他的头发并不是金色的 但是他把它染成金色 因为那样更带的乌克兰的特色 他其实是东边的人 然后Yachinyuk 这是Timushenko block里头的 那么后来他就变成总理 然后这个是Alexander Tuchinov 那么这一位就是后来的代总统 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广场革命里头 三个最重要的领袖 所以乌克兰革命了 乌克兰推翻了亲俄的Yanukovic 结果呢 后续并不美好 Yanukovic被罢黜了以后 俄罗斯认为这个是西方策动的政变 为什么 因为Yanukovic本来是2010年 大家都认为很公平的一次总统选举里头 选出来的总统 那么他要怎么样去弄他的外交政策 这是他的事啊 那你们凭什么 去到了广场 游行示威施加压力 威迫国会 一定要总统改变政策 最后逼着这个总统要出王 所以俄罗斯认为 这就是西方在策动 而当时果然也有一群西方的外交部长 甚至于包括美国的情报首长 他到了乌克兰 所以俄罗斯认定 你们没有按照规矩完 以前是我的人做个总统 你的人做个总统 再换我的人做个总统 现在轮到我的人做总统 你怎么用政变的方法把它弄下来 所以你不按照规矩完 是不是我也不按照规矩完 所以不仅获得国会的授权 可以采取行动保护乌克兰的恶意 那恶意最多的克里米亚 这超过半数都是俄罗斯人 就出现了一些小绿人 是什么 这是一群穿了绿色军服 但是身上没有任何标志跟徽章 他们就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 然后在那里就举行了一个公投 当然就是超过90%以上的都主张 他要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所以克里米亚就到了俄罗斯的怀抱去了 然后东部恶意最多的有两个地方 一个叫Luhansk 一个叫Dunitsk 他们都成立了人民共和国 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脱离乌克兰 分离主义者跟乌克兰部队还在交锋 然后大家都记得这个是吧 马航MH17 飞越东屋的时候被击落 然后乘客与机组员298个人都死掉 他们是去开一个AIDS的会议 所以上面一大堆荷兰人 那我有一个印象 好像在他那个飞机飞过前 一个小时我们长荣也在上面飞过 那那个东屋的这块地方是在打仗啦 但通常大家在想 你就是地面战争嘛 你不会想到那么高空 也会有这个防空飞弹 会可能把你打下来 这谣言一大堆 现在的这个了解呢 大约这应该是俄国的 俄制的一个不可飞弹 地对空的把它打下来的 那但是他绝对不是故意把它打下来 就像我们刚刚看电影一样 他可能不是故意要做什么事 但是就造成这样的结果 所以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然后乌克兰现在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 这是乌克兰想要走枢纽 两边摇摆 但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克里米亚加入了俄罗斯 卢汉斯克跟顿内斯克分离 目前这个国家被肢解 这个马航 乌克兰试图在两强之间掌握枢纽而失败 同一个时间在台湾 马政府将我们国家 从美国的准伙伴带到避险者的角色 类似什么呢 这两者都处于战略断层线之上 在海洋联盟跟大陆联盟之间 因此必须处理对两强的角色问题 这两者都出现很严重的认同争议 而且是国内政治竞争的主轴 我们国内政治竞争的主轴 从来不是左右 而是国家认同 这个很怪的 但是也不怪 新兴民主国家里头很多是这样 乌克兰有一个东西的轴线 台湾的政治版图没有那么清楚 但基本上有一个南北的差距 大陆强权跟本身的血缘 历史文化关系密切 这个两个case都是 可是呢 这两者都仰赖西方势力来维系军事安全跟政治独立 不是吗 在同一个时期面临海陆 双方的压力而出现了关键时刻 相议之处呢 乌克兰面临进出集团的决定 乌克兰要决定他究竟要加入 这个附近的Eurasian Economic Union 还是说他要加入欧盟 台湾没碰到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抗争跟执政者的处理方式不同 台湾要文明的多 但是那个结构的压力是存在着的 我们看到马熙慧 这个 就是台湾这个要扮演避嫌者角色 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sign 然后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啊 银联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好长一段时间 这个乌克是台湾观光客占40% 所以台湾 长期以来是美国最坚强的伙伴 即使在遭到背弃的情况底下 也要去维持semi partner 准伙伴 来抗衡中国大陆 对不对 台湾 传统一直是这样啊 2008年开始 马英九开始改善跟对岸之间的关系 所以是走向避险 那个时候叫做清美和中有日 在缓解两岸关系的同时 不断的向美国表示维持忠诚 这个马总统派了这个金辅聪到美国去 作为他的一个confident 可以跟美国人输成 表示说啊我们绝对会 这个继续跟你保持最紧密的关系 那我还记得这个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苏起 他本来是在这个国安会 这个担任秘书长的工作 后来他为了一个原因下来了 很奇怪叫美牛 为什么美国牛肉应不应该让它进口 是国安问题呢 当然啊国民的安全也可以简称国安 不过重点其实是 这是关系到我们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在美牛这个事情上面 回应满足美国的要求 是我们对美国输成的一个很重要的 表现 所以虽然往中国大陆这一方面改善关系 从来没有改变说我们是海洋联盟的准伙伴 2009以后美中美日关系逐渐紧张了 但是两岸台美台日都还稳定 表示这个避险算是成功的 可是避险会碰到困难 好我们马上进入最后面 什么困难呢 第一个台湾是边缘性的跟海洋联盟结盟 我们不是正式成员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有确定的安全保障 我们没有Article 5 NATO的这个安全保障是没有的 我们老是讲说如果一旦两岸发生战争 我们可以撑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意思就是说撑两个礼拜以后 老美就来救我们了 真的他会来吗 根据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立限制 英文讲说就是tail wagging dog 就是小小的想要摇动一个很大 我们还是一个小小的尾巴要撩两个大狗 那是怎么样呢 北京对于华盛顿对于台湾 意味着两者之间是以拉拢相对应 还是会施加压力甚至给予惩罚呢 第三个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限制 是国内的政治限制 主要的反对党民进党不愿意承认 包含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很多年轻学生跟产业界也反对 两岸经济的整合以及开放 于是就出现了占领国会的太阳花学运 此后马政府博足 无力再推动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 这个时间在2014年的3月18号到4月10号 而3月18号刚好就是俄罗斯正式兼并克里米亚 然后我记得我被外交部请去 在部里头开一个讨论有关于俄罗斯 克里米亚乌克兰之间的这个 就是专家会议 然后我的耳朵听到 在立法院那里传来巨大的扩音机 还有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太阳花学运正在进行的时候 所以这两个事情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台湾现在划回了小老地 2016年以后民进党执政 这个现在的政府不愿意承认九二共事 于是北京开始推 因为地动山摇嘛 那么华盛顿跟东京拉 因为对北京的路线逐渐硬化 所以面对中国大陆呢 台湾可以做避险者 或者是做伙伴 这个KMT国民党代表前者 DPP民进党代表后者 国内的政治局势变动 使得我们在这个两强之间的角色 从避险者变成了伙伴 最后 如果我们认为避险者或者是淑女 就是中间的角色 比作大国的伙伴更为符合本身利益的话 但是因为大国的影响 其他中型国家的行为 跟本国的政治分歧 会使得这种角色不容易维持 所以台湾从中间角色 划回了原有的位置 然后我们只是准伙伴 而且随时会忧虑被出卖 那么东欧跟台湾有类似结构的乌克兰 他们呢 例子更令人警惕 他们从枢纽变成国土分裂 政治动荡 其实韩国也从枢纽的位置 划回做美国的伙伴 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可不胜乎 我觉得我们需要 适合我们国家需求的 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的研究 而且这是刻不容缓的 因为这是死生之道存亡之地 这是不可不察也 谢谢大家 今天其实有网络直播 所以待会我们在跟院士互动之后 我们会接受现场观众的提问 还有网路上网友的提问 其实刚刚院士讲的 我自己觉得收获蛮多的 就是在这样子的理论框架下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说不管哪一种国家 大中小型他们在选择国际战略的时候 背后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逻辑跟思考的 第二个就是说作为小国在霸权之间 你做的战略位置你不能任意变动 比如说您刚刚举到在马政府时间 从一个partner 然后慢慢滑到hager的角色 一旦你要任意变动角色的时候 你可能会遭受来自国际的压力 以及国内的政治压力 那第三个我觉得我 其实是还蛮担心的 就是说台湾能够抉择的角色 pivot看起来是不太可能 我们好像能够抉择的角色 就是hager跟准夥伴关系 所以台湾能够做的角色 其实是不多 那我想在大家暖身之前 我也希望年轻的伙伴 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伙伴 都可以提出问题 我想先跟院士先来交流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够把那个slide 放在那个 刚刚院士有一张就是说 code between two giants 刚刚院士的理论是说 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样子的两强之间 giant 1跟giant 2的时候 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这个选择 就是我们刚刚讲 有pivot hedger 跟所谓partner 那台湾有一个特殊的状况是 这两个断层代上的国家所没有的 比如说乌克兰它没有一二原则 但是台湾一直受到一中原则的影响 这个一中原则包括说 我们宪法其实是有一中的 虽然我们没有落实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中国视我们为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也是事实 所以当我们想要滑向美国 或者是我们要南向的时候 我们大胆南向的时候 中国就会说 你这个是违反我一中原则的界限 甚至有可能是会触动我这个反分裂法 所以我想要请教院士 在你这个理论框架的时候 所谓的一中原则 怎么影响这个理论框架的分析 或者这个理论框架 怎么样来诠释一中原则的处境 好 非常谢谢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实际感受到的 就是有关于这个一中原则的争议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你所选取的角色 跟自己对于国家的认同的定位 它这两个之间 可能可以有一个互补的关系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我们假设 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 是对台湾有利的话 那么你的角色选取 跟你的国家定位 可以是相互互补的 比方说 如果我的角色定位上面 是接受九二共识 那你在角色定位上 似乎比较偏近中国大陆 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就可能可以选取 在这个外交上 在这个军事上 各方面比较贴近海洋联盟的立场 讲出来就是说 北京如果认为 你不会违反一中原则的话 它对于美国是不是多卖你几架飞机 你是不是在国际场合 可以有多一些参与 跟这个代表的这个机会 它就比较不那么在意 倒过来 如果你是采取一个 就是对九二共识 觉得不能够接受的 这个态度的话 所以你在国家定位的上面 你是比较采取这个抗衡 那你可能就必须要在其他的方面 在这种对外政策 在这个军事的姿态等等的方面 要跟中国大陆有一些妥协 送一些比较友善的讯号 然后才能平衡得了 你在国家政策上面 就是在国家定位上面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两者一左一右 最后才会落到中间 如果你两个都往一边走 比方说我现在说 我这个完全支持一中 甚至于九二共识 我还要换一个新的说法 这个说法是更让习大大高兴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在经贸政策上 我们在军事采购上 我们在其他各方面 也尽量往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去靠拢 然后不做让他不悦的事情 那你就整个靠过去了 最后一个可能性是 我跟他在国家定位上是冲突的 然后让他非常的不高兴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我在我的军事政策 在我的这个文化政策 在我的对外的这个外交的政策 等等方面 我全面的往海洋联盟来靠拢 甚至于就是站到海洋的这一边 然后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些核心利益呢 就这个不惜跟他相抗 那我们就变得全面的去对抗了 所以国家的这个领导者 必须要决定他的那个位置 那我刚刚讲的这些位置当中 他可以是这个 一个是往那一边靠 一个往这边靠 然后刚好适得其中 也可以两边都靠过对方 或者两边都靠过 都往对方对抗的那个方向走 我自己的感觉是 完全靠过去或完全地对抗他 不会是一个好的策略 是 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朋友想要举手 好 这边 后面有麦克风 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 就报一下名字 我姓吕 双扣吕 退休一段时间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当然也甚至连避险者都不希望 他根本就希望你是他的伙伴 甚至他的一部分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说 不管台湾 我们连piver那个 连中间那点都走不过去 我们如何走到左边第一个 甚至于从左边第二个 再走到左边第一个 这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解的 事情不是吗 他已经是若干程度地往中国大陆 表示友善 同时如果说 他在这个国家定位上面 也是摆了一个中间的位置 比方说九二共识里头 并不是讲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是那一个中国 但在北京的角色 他当然觉得这是不够的 可是如果他认为 你踩这个态度 可以使得台湾走向完全独立 这一个事情不会发生的话 他会因为那个原因而接受你的避险 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在马政府的这个时代 为什么两岸关系 这个基本上还不错 最大的原因不是 这个胡锦涛跟习近平满意马英九政府的政策 其实他们对马英九相当不满意 但是他会对于马英九表示善意是因为 不然的话就是民进党执政 就是这个台独执政 对他两害圈相权只好取其亲 那也就是为什么会马习惠 在这个马英九执政的最后这段时间还会发生 其实我们仔细来看 马那个时候马上就要离职了 然后习还是日正中天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已经博足的这个总统 然后在一个国际场合会面呢 那那个背后的那个原因就是 要给你一个很大的这个favor 表示说我们可以在国际的场合平起平坐 同时也送一个message给这个蔡英文 如果你当上总统的话 如果你还是九二共识 这种场合就可以发生 所以他是这样子一个考虑的 因此那个pageant的角色 还是有他的一个可能性在那边 那院士 我现在先接一个来自这个 网路上直播的提问 那这个网友他是问说想知道 因为你刚刚的list里面 并没有新加坡 新加坡到底在这两个霸权里面 它采取什么样的角色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 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学习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最近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搞得挺不好的 那个我觉得他长期以来是个避险者 那他是在美国的这一边 在他的军事啊政治啊很多基本的方面 他是站在美国海洋联盟这一边 可是他跟中国大陆之间 有非常密切的这种经济关系 包括苏州啊搞新城啊 然后李光耀啊他们这种个人的关系 但从最近的这个情况可以看起来 中间有好些摩擦的地方 包括星光部队在台湾这个演训 包括他们有一些装甲运兵车回去的时候 不是在香港还被扣下来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关系也是不容易处理 我跟新加坡的学者以及朋友都有谈过 他们对于台湾的处境 非常有同感 开始有同感了 对对对 非常非常的有同感 那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他们 新加坡长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避险者 那么但是这个 避险者并不表示你这个位置就永远不变 两边还是随时会有压力 你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他最近的调整其实是 从跟中国大陆比较不好的关系 想办法想要回到以前这个还不错的关系 可是他那个主轴 他那个苗还是插在这个海洋联盟这一边的 我知道金文臣金大哥这边有想要提问 不好意思可以一直提两个问题吗 好没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 刚刚是从这个全球的格局在看问题 但有一件事可能是不完全是在全球棋盘上的 因为刚刚一开始就讲说 中国崛起是全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说台湾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 不是地缘位置的问题 比如中国大陆常说一句话 台湾是它的核心战略利益 韩国日本不见得完全是它的核心战略利益 但是台湾是 所以不是说这样一条线还有一些特别的因素 导致于说可能台湾用这样的一个图解释 还不是完全 所以我想是不是请院士 待会说明一下这件事 第二件事呢 龙老师是办这个会 很多是为年轻人办的 所以我想把时间拉长 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在或过去的 我们的分析 那如果看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尤其是三十年 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 二十岁 三十年后五十岁 他们应该关心长一点的问题 那从吴院士的角度看 这样的关系 刚刚讲嘛 中国崛起 四年后会超过美国 那十年后呢 二十年后呢 三十年后呢 会怎么样呢 两个问题 谢谢 好 我尝试着回答一下 关于第一个问题 台湾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是核心利益 其实这一点就跟我讲 这个乌克兰是有关联的 因为不去研究俄罗斯 或许不会有那个感觉 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意义 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的 这个以前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那是他的文化发祥处 然后俄国人无法想象 这样我们跟乌克兰人不是在一个国家之中 更加上在东边的乌克兰是有那么多的 根本就是俄国人或者是说 这个讲俄语的 所以他那个情绪的附着在这个case上面 非常非常高的 我觉得西方没有理解这一点 那这个跟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情况 其实是类似的 那您说 这个有没有办法摆到这个模型当中来 它会是这个模型的外生变数 但是呢 它可以反映到说 其中一墙对于台湾所采取位置的反应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台湾其实并没有办法完全决定自己 在这一条线上摆哪个位置 为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就是 这两墙是不是让你摆那个位置 那我刚刚讲的台湾的特殊情况 就是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摆放位置的时候 它的那个反应的强度 那您刚刚又有提到说 如果时间拉长 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只看当下 那我一直有一个感觉 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 应该 对不起我可能又要讲一个这个话 我觉得我们国家 应该把最好的人才 最充沛的资源 拿来研究两岸关系 我在中研院这么些年 每一次都会讲一个 我的这个理工科生命科学的朋友们 不见得那么喜欢听的话 就是说 两岸关系是存亡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研究好 奈米跟基因都没有用了 你已经没有这个国家了 你还研究什么奈米或者是基因 所以我认为这是最重要 那如果要研究这个 就是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现在是怎么样 一年以后怎么样 五年以后怎么样 更远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抓住 可是我们要有设想 我们要有scenario 我们要有2049 我们要有多少多少 这个都应该要有 我的了解是我们没有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 加大力度在做这个事情 这是替这个国家长远着想 最重要的事 而且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能太就是这个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考虑 因为就是论事的事情 不是你喜欢不喜欢 它没有办法被你wished away 所以我完全同意你 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好好做 所以认识觉得我们现在 研究的力道是在太弱了 太太太太弱了 好 这边有观众朋友 有没有那个30岁 待会好 马上 我非常赞同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不管是两党 其实都缺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说我们想要有一个目标的话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定清楚 现在马英九讲的这个三步 或者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们不要什么 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习近平他也讲了 尊重我们的社会制度 那我们要的是 自由民主法制 那大陆要的是一中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话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时间 那就是自由民主法制的未来一中 如果把这个东西当成我们的一个目标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能够达成自由民主法制 中共也能够达成了 那我们就可以一中 那未来是那个buffer 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的 那一中是大陆想要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子 共同的目标的话 我觉得我们比较 我们自己也会比较清楚 大陆也能够接受 美国也不会反对 就是 这是一个我觉得 要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东西 在那个地方 照着我们 我觉得大家是比较有方向可以走 宣誓你怎么看 就是说香港也想要有这个way of life 要自由民主法制 但是现在它并没有得到 那这位先生所提的 你觉得会有一个乐观的 两边都可以接受的 我们等待中国的transform 到一个比较西方的自由民主吗 尤其是现在习大大 看起来是没有这个迹象 你是预观是乐观的吗 其实对于习近平是怎么一个发展 我会举个例子来说 因为有很多朋友也在那一方面 就是 法轮功的很多新闻报道 不管是新唐人啊或者还是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 习近平整肃不少江派的人物 是拍掌较好 然后认为习其实是有这个改革 甚至于民主化的潜能的 这个 我觉得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是不是这样 那刚刚那位先生所讲的 如果说我们在国内 能够形成这个共识 然后跟对岸 这就变成是一个grand bargain OK我们这个问题先不谈 但是各自努力 是不是到了那一步就能这样 那如果说对岸 这个开明派能够接受这个想法 那国内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 也能够这个相当程度的接受 那就是最好的事 但这个东西 因为它本身背后所隐含的是一个价值取向 所以那一个价值取向 必须大家要能够共同接受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 我死也不会愿意跟对方合在一起 那设定这个条件 他也可能会不要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 我认为跟这个中国人在一起 其实比这个台湾现在的这种民主 或者是什么烂东西 我不要 他心理上说不定有这种这个心情 也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种沟通的工程 然后可能要有大气魄的政治家 然后要有公开 有可信度的公共的论坛 提供一个辩论跟思考的机会 不要大家一下就吓走了 那我觉得如果有那个东西的话 当然很好 这就会把很多 这个我们今天所想象的糟糕的 这种scenario给排除掉 可是那个需要 需要有很大气魄的这种想法 跟这种主张 而且也没办法先决定 一定会是那个条件 可能重要的就是一个共识 是一个蓝绿红的共识 不容易啊 是 我刚刚看到好像蛮多年轻人 是不是 这边男生第一位 然后最后面的女生第二个 我叫杨天豪 那我也想简单问两个问题 那第一我想延续 吴院士刚刚提到的是说 应该要最聪明的来研究两岸政策 两岸关系 那我想听听看吴院士 对于台大张亚聪教授 他提出这个一中 以现在两边的宪法 然后再创造另外一个类似欧盟 这样一中的这个框架下 去发展我们可以其他都在关系 我想听听看您对于他这个理论的 有没有缺陷或是你觉得 你这个理论好或不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想说是不是就每个人先一个问题 因为待会好多问题 谢谢 张亚中的一中的框架下 他想象的第三条路 你觉得是有可能的吗 亚中兄的这个理论 因为我们等于是同事在台大 然后我看他一路发展 倒也不是一成不变 那我 我觉得他主要是一个倡议 那我刚刚讲的研究 可能第一步先是做实质的了解 然后可能再到哪一种倡议 是不是合适 它是一个规范的倡议 它本身不是一个客观的分析 它就是希望往那个方向走会比较好 那我觉得在讨论两岸之间关系的时候 像这个张亚中教授所提的 都是很宝贵的建议 都应该拿出来仔细的这个讨论 我个人对于他的这个倡议 没有这个太大的意见 重点是在台湾要能够说服足够的人 不能够让很多人一听到跟一中相关 就谈掉 我知道亚中他常常会在意的说 其实我的主张是真正对台湾最好的 而且是整个的走势发展下去了以后 真正能够对台湾是最有利的 但奈何很多人就是听不下去 听到我的一个什么 他就完全不愿意接受 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放低戒备 放低姿态打开头脑细心倾听 听听不同的人讲的东西 有没有他的道理 我觉得这其实才是台湾民主的一个 一个本钱嘛 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东西 后面那位女生 那个吴玉山教授还有学历主持人您好 我想要请问就是你们刚才有提到说 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有很多个位置 然后其实要选是哪个位置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要考虑到就是执政党 然后当国人民的态度 然后还有两国之间执政者 对于这个策略还有整体的态度 像是现在我们假如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美国是川普现在当选 然后中国是习近平 然后我知道这个变因很多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困难需要面对 可是我还是想要请教吴玉山教授 就是您对于台湾应该要放在哪个位置的看法 谢谢 他比你表态 其实我做过一个比较形式化的研究 去看看台湾如果在不同的位置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我发现我不能只看两岸关系 我同时也要知道 美国跟中国大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才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如何 我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们是美国的伙伴 可是美国现在主要的政策是跟中国大陆交好 我们就很惨 但如果说我们是美国的伙伴 可是美国今天跟中国大陆是对抗的话 那其实台湾会有很大的压力 可是你还是有相当的依托 所以那个位置究竟是怎么样比较好 必须要把整个三角关系拿在一起来看 才能够知道 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完全极端的位置 当然我们不大能够想象我们完全做对岸的伙伴 如果我们完全是美国伙伴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坐了很久 我们这个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 国际政治就是这么回事 当你已经这样所有人的宣誓 各位我就是永远跟谁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没什么好玩的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立场本身会有它的成本 那我觉得即使是现在的民进党的政府 也是希望跟对岸有一些交往 有一些这个互动 然后但是当然国内政治等等的因素 可能让它没有这样子一个弹性 所以如果要问我我会有两个回答 第一个要看整个战略三角里头的局势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一个极端的这个角色 应该是比较缺乏弹性 不会是一个很好的角色 其实刚刚网友也有提到就是说 赖院长之前在提到 关于台湾独立的事情 所以让两岸关系有一点难以回旋 那我想follow up 问一下院士 请教院士 就是说当政府我们作为小国一定是要玩很多手策略 那要有一种暧昧不能什么都说明白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得到国内人民的支持 因为在国内一定有非常多激情的 不管是统或读的极端的想法想像idealist 我们要怎么样说服国内的人民支持政治人物 确保他们是integrity 然后他不是在出卖自己 我们要怎么样说服人民 政治人物要如何说服人民之前 可能政治人物自己要先自觉到 他所做的这些动作 他讲的这些话 不能只是为了他下一次能赢得选举 如果说政治人物自己满心想的其实只是选票 只是获得执政的权利 然后不是替国家的长远来做思考的话 我宁可人民不要相信这样的政治人物 那政治人物如何能够有比较宏观的这个视野呢 毕竟我们还是有这个选举的这个压力在这边 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社会应该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知道现在美国的情况是这个 每天在好像看新闻看笑话一样 川普又推特了什么东西 不过老实讲在长期以来 在有关于对外政策的这一点上 美国的两党的精英是相当的冷静 负责任有共识不会煽情 不会用那个对国家可能不好 但是对我这个党可能当下有利的方法去攻击自己的对手 我觉得长期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觉得至少台湾的处理对外关系 处理两岸关系的政治精英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 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没有这个自觉 如果你想的只是永远是我下一次选举的选票的话 两三下国家玩完了你也就玩完了 这个话很很重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是 好我可不可以再看一下有没有谁想要提问 这边然后中间还有一位男生 还有我的右前方 薇薇 吴言师您好 畢姓秦 那我非常赞成您刚刚整个演讲就是说 这个战略怎么把这个战略断成线这个理论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做深入研究 那我自己一个观察是说 其实最主要的 其实不是从政治军事这个角度 而是能够把经济跟科技的这个dimension也纳入 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40年前 其实中美建交的时候这个断交 这个废约跟撤军 这个框架40年绑在我们身上没有动摇过 可是有一件事情40年来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那用最简单的讲法就是 曾经有人出过一版就是那个silicon shoe 就是细屏障这个书 而且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就说我们这个 现在我们碰到是G2 两个在对抗 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 经济跟军事上就是在半导体能力 而且这个部分像今年一年初 那个美国的这个科技的顾问就提出来 那中国这边有什么大基金 可是在这个事情上 40年来台湾的发展 我们其实在这个关键的产业 我们不但有这个Hedging的能力 我们其实照现在的趋势 甚至有Pivot的这个位置 那可是过去这一两年来 比如说联发科跟大陆的一些关系 我发现国内的政策 其实是没有客观的分析 就像您讲那个照样子是非常重大的 就是我们跟他一定是有竞争 而且在这个事情上多琢磨 对台湾蛮重要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了解 好 谢谢 因为其实在乌克兰的时候 乌克兰就是它自己的产业是完全被俄罗斯垄断 所以它没有一个垂直的整合的产业 那刚刚我想这位先生要谈的是说 我们可不可能用我们的科技的影响力来 让台湾可能可以有更多的buffer 我觉得因为如果拿那个学术研究的这种情况来说 我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在分析所谓的一变相 就最终变成那样了 那么影响这个位置是怎么摆放 它其实有它决定它的那一堆自变相 那刚刚可能讲的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我们的位置相当程度也应该要由我们 包括经济的大战略来决定 所以这个也应该纳入考虑 当然这个东西也是要看我们对于自己国家长远的发展是怎么样子走 那就是说我们要把两岸关系放到最能够使得我们的科技以及经济能力 能够持续进展的这个眼光里头来考虑 搭配着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 那整个要一起摆进来才行 所以我在想将来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决策的过程当中 这个经济生存企业界科技的这个声音 一定要能够让它进来 所以其实是一变相我们刚刚看到一变相 其实是有更多dynamic的自变相 可以来转换我们的这个战略位置 好那刚刚还有两位 然后我想请龙老师也提问 刚刚那一位男生 好你先好了这边 对 院士主持人二位好 想请问一个问题 在刚刚的presentation里面 主要是提到这个两个案例 两个国家 两个小国在这霸权之间的游走 但是似乎都没有那样的成功 所以不知道说在吴院士的研究当中 有没有类似 但是较为成功的小国 游走在这霸权之中 可以值得我们接近的 不论是政治也好 或是经济产面 各方面也好 谢谢 这个很容易回答 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 我觉得他做的蛮成功的 那么跟台湾的关系 当然不用说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也是 我觉得就 这样讲可能也不大好 不过这个领导阶层转换了以后 似乎他们在两墙之间的这个 出了一些个问题 那现在是 虽然是正在弥补 但是不容易做 但是如果你讲 就是一下想到一个例子的话 会想到 是这样 刚刚那位右前方的男生 院士主持人 你好 我叫李 刚刚有听到九二共识 我想请问院士 请问我们该怎么样解读 这样九二共识这种东西 它是一种 国家表示自己的态度吗 还是它是一种 具有法律效益 比方说国际法效益的东西 还是 那它是跟 中国的双方的关系吗 的一种表示吗 还是一种在国际社会 表示自己一种存在 我们该怎么看待它 国际社会应该不知道什么叫九二共识 好 那我们请院士来 的确九二共识 就像我们刚刚讲 一中原则一直是我们的井窟中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理解 它是一个外交政治的游戏而已吗 词汇吗 还是我们可以不断地重新定义它 我觉得这到两件事了 第一个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我是赞成就是那个时候的 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政府 他们确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达到了一个模糊的共识 这样接下来才能够继续谈 两边的事务性的协商啊等等等等 那你说它模糊 是它的这个问题 但是所有做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 模糊其实可能是有必要的 那第二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它当做 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东西 去持续遵循或者是等等等等呢 我觉得如果就九二共识本身来讲的话 那么你当然可以觉得 比方说民进党的政府 那个时候也不是我主政 所以如果你国民党的政府接受九二共识 那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接受九二共识 当然如果这样的结果会有一些 这个成本损失的话 那你就要经受 但重点不是在九二共识那个事情 在台湾最大的问题 不是九二共识 而是九二共识 那个基础的那个宣称自己 还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华民国宪法 你对于它是怎么一个看法 我觉得那才是核心 然后比那个更核心的是 那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或者是中华民族 你是怎么样子自己定位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切 这个到后面会产生这个冲突的根源 现在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啊 我本来就是中华民族 我讲这个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人可能会认为说 我怎么会是中国人呢 我怎么会 我跟对岸根本是两个不一样的民族 那你说两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对于九二共识 你说这个是不是能够接受 他们得的答案就会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在这一点上化解开来 不然的话通通都在这个事情上 纠结缠绕 然后走不出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连各方面这个发展真的比较停滞 最核心的原因 院士非常浅瞻 马上有一个网友要问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有可能把这个主权跟治权 台澎金马这件事拿出来公投吗 这件事是不是一个好事 如果拿出来公投的话 照说主权 OK 这个是有争议啦 比方说像现在Catalonia 他们就是要对主权进行公投 是 那西班牙不赞成 那Catalonia那个Pistamont 他就被已经发了通缉令了 那如果我们对于就是这种 我不知道是透过一个什么形式 好比说如果是在讲 是不是换一个国家或者什么 相信对岸的反应会比Madrid 要更强硬的多 所以这个有它是不是feasibility的可行性 我个人的感觉是投票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事 而且投票你51%赢了我49%输了 我就接受你的吗 如果是说什么政策 就是说投票的结果或者说谁执政 当然可以 如果是就是牵涉到我最深层的我的那个identity的东西 这不是说大家投票刚好在那个时候你的票多一点 我就改变我的identity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需要一个长期的讨论融合跟发展才行 因此我我对于用投票来解决这个主权 所以投票来解决治权我不大了解这是怎么做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限制 两个限制第一个就是外部的反应会是什么样 特别是中国大陆 第二个我觉得那种投票的结果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这个Catalonia投票的结果 就是脱离西班牙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 在Catalonia有很多人 他觉得自己是西班牙人 那所以怎么样 我就应该尊重多数 因此我就这个要从现在开始做Catalonia人 我不是西班牙人了吗 你要毁了他一辈子的一个identity吗 你是做得到吗 那接下来很可能还有反投票还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投票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原子弹 在这种议题上面 这个不大容易能解决这个议题 是 老师 因为司沙龙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他在长期的参与 而且也在直播上在看 所以我想替他们问一个问题 我们到现在为止谈的比较多的是 国家跟政治人物在大的层面 到底怎么做 那我想要问的问题很具体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 几乎要跨入2018年了 那么共产党从1921年开始成立的话 它马上就是满100年 那然后他成立的成为一个国家 从1949年算 那么如果我们从2018 2019年算 30年后也是他的百年 假设说无愿是 你有一个儿子或者女儿 今年刚好是18岁 17 18岁 那么到了2049年的时候 刚好是他从18岁 长到他的48岁 也就是说他现在是要做很多的抉择 他要读什么书 他要去哪里读书 他要怎么样培养自己 他的眼光在哪里 是现在 而他现在做的种种的抉择 就会决定了2049年的时候 他到底是会变成一个奈米的 或者基因的专家 或者是说一个非常有气魄 跟眼光的大政治家 那假设你家有一个17 18岁的儿子 或者女儿 在今天我们这种非常非常纠缠 有点困惑的处境里头 完全是个人对个人 你会对你18岁的儿子或女儿 在这样的状况 你跟他说什么 我想我会很冷静的 是是是 我刚好有一个女儿 然后我刚好 都跟她在讲这些事 我会很冷静地跟她讲 我分析的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 我会让她知道说 我们这一代其实有个责任 第一步把问题厘清清楚 第二个替年轻人指引一个未来的方向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未来是 雾忙忙的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使得 我们很多人在做长远规划的时候 不知道要根据什么来做 它影响了企业的投资 它影响了年轻人的生涯规划 我觉得这是这一代的 特别是政治学术知识分子的精英的重责大人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 我觉得我们没有把我们这个世代应该做好的工作做好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远景 我觉得他们都很聪明 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潜力 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 但是那个前景在一切都还雾蒙蒙的情况底下 限制了他 说不定有些人会离开台湾 不愿意在这个环境里头 在雾蒙的环境里面来继续摸索 说不定有些人他爱这个国家 他爱这块土地 他无论如何 他就是要编手知足地做下去 我觉得我们还是欠大家一个清楚的愿景 或许这一切应该从惊醒到 我们没有做足够的研究 没有做足够的理解 了解国家目前的处境 这一点开始吧 说不定可以从学术界开始 从科技部播的经费 从政治人物的政策的宣誓 从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呐喊跟觉醒开始 让我们关注到这个议题 就是国家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其实今天真的感触非常多 因为我跟吴院士刚好也是有一个 就是下一个generation 其实在我这个 就是说六年级的generation来讲 我会很想要渴望地认识中国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认识中国 其实我们就无法理解两岸的未来 包括台湾的未来是怎么样 那我想说其实今天院士的演讲非常精彩 我现在要做个总结 其实我们过去六十年 台湾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高度了 但是过去六十年 我们常常在讲台湾是一个岛国 岛国的想像其实它有点浪漫 它是被海洋包围 可是我们的岛国的想像 比较缺乏一个开阔的胸襟 我们会觉得自己一世而独立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是一个小国的处境 小国是知道强权伶俐 小国是知道在整个霸权的中间 在巨大的中间 我们怎么样利用自己的杠杆 甚至长出智慧 那其实在政治学我想 老师也知道就是说 Democracies don't go to the war with each other 常常会有一种论点是说 我们不用管中国在干嘛 反正他们不是民主的国家 但事实上 如果真的从台湾自身的利益来讲 我们只有帮助或者是跟中国更多的互动 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这个更好的国家 包括是在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 繁荣的发展 但是同时能够顾虑到更理想的那一面 就是尊重人权 然后尊重所有的体制和法治 那我觉得我们势必要如同院士所讲的 我们必须要更多的研究 它可能比奈米基因还要更迫切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 谢谢吴院士给他一个很大的掌声 谢谢 那也欢迎大家下一次 也同样的来支持司沙龙的活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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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